35歲的東章女實李永二 眨眼加入TVB已經10年時間 當年她初入行時 經常都擔任主角的武術替身 跳樓、跳崖、跳海等危險動作都做不少 又美女又熬得 上位當然是指日可待 2015年她正式加入東章西網 成為外景主持之一 這麼多年來 她長期奮鬥在前線為觀眾報導精彩節目 包括深入野豬出沒的地方 又試過被時主打 她憑著肯薄肯癌的精神 再加上叫人的身材成功征服觀眾 過網民一致封為東章女神 不過想不到 一千里永二被爆要離開東章 令到不少人都覺得意外 有傳媒聯絡她求證這件事 她坦然屬實 只是一直沒有對外公佈 問到原因 她透露原來在去年採訪老鼠屋 被護主襲擊之後 竟然患上了俗稱的鬼剃頭 不僅使她非常大受打擊 更加連累家人 非常擔心她的人身安全 所以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她最終決定離開東章西望 接下來 她會專注拍劇做全職演員